歡迎收看挑戰新聞 W Hotel當中這個飯店趴呢 有一個小魔下半身紅腫死亡 現在警察調查到底什麼原因 不過讓這位土豪哥整個爆紅了 土豪哥之前大方的這個炫富 引起這個小魔 那沒有想到呢 他當時所謂的這個高調炫富名車啦 或是紅包包像金磚這麼大的影片之外 現在被網友起底 說原來土豪哥這麼有錢的元昕 他爸爸是永平技術學院的校董 網友說了 原來做校董可以運用政商關係 賺學生的錢 原來做私立學校當中 可以運用校董的身份 透過賣制服賺大錢 今天我們要請來賓告訴大家 原來台灣的私立學校當中有如此多的人事鬥爭 而且有如此多 為了賺錢而互相鬥爭的內幕 各位來賓 歡迎自身媒體演員吳孝晨 大家好 歡迎自身財記者蔡玉珍 大家好 藝術史其合舊建一 文家好 大家好 魅力觀者康仁君 文家好 大家好 君晴航空網總編師校尾 文家好 各位觀眾晚安 土豪哥的身世 你們是否為他吸一吐 你們都不知道 一場害怕斷送一條人命 穿黑色帽踢的江系男子 雙手上靠不發異語 被移送北檢富汛 和他一樣牽扯其中的紅系男子 相隔四小時也被送往北檢 生怕被拍 他拚了命用衣服遮臉 不憑誰的 參與party的紅系男子向警方坦承 帶了毒咖啡前往 還約郭姓死者與多名傳說妹一起享樂 一行人打從12月4號凌晨入住 喝酒玩骰粥一連狂嗨好幾天 郭姓死者兩進兩出 每次都帶不同女生進出 疑似開毒啪 直到7號凌晨5點多 郭女宣稱不舒服 進入浴室昏迷不醒 送醫回天乏術 郭姓死者北上秘職以小摩自居 卻跟當過酒店經紀人的紅系男子同行 派對不只牽扯毒品 還有複雜男女關係 警方追查更發現 訂訪者另有其人 是這一名穿著花色帽T的豬姓富少 她的來頭不小 曾在多年前 因重金迎娶東吳正妹一夕爆紅 2013年 豬姓富少開名車 風光迎娶太太進門 父親包給新人的紅包 跟磚塊一樣厚又大 豬手大方的父親名叫豬仁才 不僅在商界赫赫有名 也擔任永庭工商董事長 兒子捲入命案 做父親的發出聲明 想要兒子只幫忙帶訂飯店 與命案無關 到底誰該為命案負責 檢警抽絲剝繭細細推敲 其實這段畫面引起很多的討論 如果說你結婚的時候要逢財 還要逮財 對 紅包一般都六千塊 六千一萬 那一財這麼好 有十百萬嗎 四塊磚塊 八行榮應該有上百萬 好有錢 好有錢 其實看到這個土豪哥 最近我才發現說 原來他的老爸 他叫豬仁才 看到他老爸 我就非常非常的熟悉了 因為他老爸在幾年前我曾經寫過 而且我在追查這所謂的 私校弊案的時候 大概在十六七年前 我就認識他了 他那時候的財力還不怎麼樣 當時是什麼樣身份 當時的身份是立法委員 鄭永金的助理 經過88年的時候 所以離現在是17年前 所以你看17年前是一個 立法委員的助理 可能就是一般上班族吧 他在做制服 也就是說他希望透過立委的關係 然後去做這個學校的制服 所以你看 這個是立法院的通訊錄 這一份通訊錄 剛好我留在身上 土豪哥的爸爸叫租人才 叫租人才 那你就看到這邊 租人才他是立法委員的助理 鄭永金 那個時候的助理之一 當時又當助理 又在賣制服 又在自己有一個制服公司 就所謂的人才服飾 就是他後來有開了幾家 所謂的 這個專門賣給學校制服的一個店 那不是制服店 是賣制服的店 是 OK 可是呢 在當時呢 其實我們都知道說 動省之後 有很多本來是屬於 省教育廳的這個學校 他呢就當時出現一種狀況 就是說到底他是屬於 省教育廳來掌管 還是教育部來掌管 所以呢 租人才就利用這樣的一個機會的時候 跟當時的教育廳的廳長 王公田這些人呢 他們就一起看上了一所學校 叫做永平工商 桃園嗎 在桃園 也就是說這次 這個土豪哥一出事情之後 大家就說 哎呀 他老爸是永平工商董事長 所以呢 他是土豪 所以我才覺得很驚訝說 以前賣制服的立委助理 經過17年 拿了一個私校之後呢 曾幾何時就變成土豪 老小孩變那麼大了 那小孩也變了 大家所說的這個出手擴挫 然後呢 這個在大飯店開趴的 這樣的一個土豪哥 那大家仔細看說 這整個租人才當時 拿下永平工商的一個事件 其實永平工商 他原來的創辦人之一 叫喬止靖 那喬止靖呢 其實他們當時後來 經過這個董事會的一個 一個派了之後呢 就當時正好要面臨動審嘛 那後來他們的第九屆的 這個董事會 你看喔 這是一個桃園 桃園縣立永平高級中學 91年度的一個 最高法院的一個判決 當時呢 他就 租人才的身分就在這上面 那其實我要告訴大家的是說 其實租人才當時呢 就被認定說 這個確認董事會 到底他的關係存不存在 因為當時出現了一個 所謂的這個第九屆的董事出現鬧雙胞 那鬧雙胞其中有一派的人 就從省教育廳這邊 他們派的就是蘇人才這個體系 對 也就是說他的上面的主管叫王公田 那教育部呢 另外有派了一組人 大家如果仔細去看的話 教育部派的這組人裡頭 有這個台北大學的這個 黃世新教授 還有一群 就是這些比較 對 就是比較屬於大家認為說 他有教育背景的人 那這一批人呢 後來呢 教育部派了之後呢 就跟他們產生所謂的 確認董事會 一個教育部派的 一個董事會派的 對 兩邊要PK 對 那這一邊呢 當然這個原來的一批 就是說我剛剛講的 就是說喬子敬創辦人 這邊呢他有個兒子叫喬培祥 他呢就不斷的去提出說 這一份諸人財 他們沈教育廳的 這一份的這個董事會的記錄呢 有偽造 為什麼 因為他這裡頭 就是在開這個董事會之前呢 你看就有一個所謂的 疑似違法金錢買賣 那董事會的記錄 那些呢 去開董事會的人呢 竟然是沒有出席的 所以就是 假的董事會記錄 所以呢 他們就用這樣的一個關係 那打了很久的訴訟 那打了訴訟之後呢 其實這個案子後來呢 連監察院其實都有提出糾正 那甚至包括 其實有很多的爭執 不過就在這樣的一個 這個不斷的衝突當中 當董事長 這個豬人才呢 他就一直就這樣子 當董事長下來 那你知道嗎 本來我做制服的 可是呢 我擁有了學校之後呢 那個就很像輪胎裝上了車子 等於市場都是我的飛穿我的不可 對 所以你知道後來永平包括說 這個男生的制服 男生的制服七千九 女生的制服八千九 然後再加上私立學校本身呢 你看這些學生本身 學費很高嘛 所以他們要付高額的學貸 然後再加上這些制服 所以呢 我是滿驚訝說 幾年下來 這個豬人才竟然從88年的 鄭永金助理 那現在呢就變成了土豪 就讓大家 對 其實私立學校當時在 整個洞省的階段有兩批 就是說已經存在的學校 他們就有這個所謂的 董事會鬧雙包的方式 然後後來不是景文大學 就景文技術學院 也因為張萬利事件 那後來經過一個就是接管 接管之後 當然有經過一些改組 可是呢 像這樣的就是在 所謂審教育廳跟教育部兩邊呢 出現董事會的 衝突的學校不少 那另外有一批呢 另外有一批就說 是屬於新設立的學校 大家都知道說 後來呢 整個台灣冒出很多私立學校 後來又變成所謂技術學院 變成科技大學 所以連我們早期 到底很多學校 就現在的名字跟過去的名字 都不一樣對不對 好 其中有幾所學校 我舉幾個例子 因為剛剛我提到王公田 他是沈教育廳的廳長 那他的妻子 當時叫立委黃秀孟 他們就當時利用關係 把很多的這個所謂台糖的土地 就承租下來 所以不只王公田 他後來成立了一個叫做 致遠管理學院 致遠管理學院 就是現在的所謂的首府大學 然後包括像當時的立委 這個叫就許舒伯他們 他們在雲林呢 也有一個環球技術學院 後來也跟台糖 承租了一大片的校地 那旁邊就是最近在台北農產運銷裡頭 這個非常紅的 也是前立委叫韓國瑜 他們就有一個叫做維多利亞雙語學校 其實你看從北到南 甚至在嘉義 嘉義的這個南故宮的旁邊 他有一所學校叫做道江技術學院 就道江技術學院 其實他也整個校地 都是跟台糖租用的土地 所以你現在看到不管是當時的民進黨 曾經在2000年的輪替 甚至到現在你會發現說 這些原來屬於全國的資產 就是在當時的一個所謂廉價租用台糖土地 這樣一個情況之下 把全台灣從北到南 很多的土地現在都在這些民意代表 這些他們應該算是 我認為是有點官商勾結 因為包括你看教育部有很多的官員退下來 都到這些私立學校去 當校長 當董事 當董事長的都有 那所以呢 這樣的一個所謂私立學校此起彼落 我們現在160幾所的大學 那為什麼現在招生不足 其實整個都是在那一波 整個私校裡頭發現很大的一個弊端 那這些人其實就是 整個在私校改革裡面的既得利益者 就是說我拿了一些 到底該不該歸他的所謂的 私立學校的董事會 那另外就是新辦的很多的一些大學 那這樣的一個情況其實不只永平 我曾經在民國89 在2000年的時候 還有另外一個學校就是 現在大家講叫中霸天 中霸天很難想像 中國醫藥學院 中國醫藥學院 大家都知道以前的董事長是誰 以前董事長是陳立夫 那為什麼在陳立夫過世之後 為什麼會現在的中霸天叫蔡長海 也就是他當時後來為什麼會拿下所謂的中國醫藥學院 其實在整個過程當中也有很多的爭議 為什麼 因為陳立夫的家屬也指控說 在整個學校在經營管理改變的那個過程當中 他的董事會是被掌控的 那朱仁才就這位土豪哥的爸爸 其實也是在當時整個所謂的 私校董事會的改革 或是這個變動裡面鬧雙胞 那鬧雙胞之後 當然他會說 我所有在法律上的這個立志的都合法 甚至我的訴訟都贏了 可是我跟各位講的是說 永平工商的這個訴訟 目前在台北地院 在台北地檢署 其實都還沒有解決 可是我們的司法 大家很相信說 這些司法所做的判決都是對的嗎 所以大家會覺得說 因為關係太好了 所以從一路下來 從84、85年到現在已經20年了 這20年的時間 到底司法有沒有辦法還給這些 私立學校一個真正的公平正義 那至少我認為說 朱仁才能夠把學生交得好不好 我不知道 因為他自己本身加益商職 然後做什麼 做制服 你說這樣的一個背景 有沒有辦法做育英才 我不知道 可是至少這位土豪哥 他交出來的兒子 那顯然是沒有交好 其實我送你講 其實剛剛那個 玉珍剛剛講這一個 私立學校要搞錢的事情 據我所知道的話 其實私立學校要搞錢的方法 其實不只是這樣子而已 那我們所知道的情況 知道五大項 第一個是剛剛講的那個制服 第二個是便當 第三個是教科書 再來是交通是遊覽車 最近的話加上宿舍 那有個很大的問題是說 這些東西的話 因為是個黑幕 現在大家搞不太清楚 可是問題出到這個地方 那為什麼還有人來搞私校 他到底從哪個地方弄錢呢 所以有名的例子來看好了 其實跟那個之前那個景文案 其實有某一種類似性存在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私校它重點不在於說 我今天辦這個學校可以賺多少錢 而在於說 為什麼生意人來搞私校 原因很簡單 是因為私校在註冊的時候 有一大筆的註冊費 這筆錢進到銀行去以後的話 後來他可以讓他的原本這個董事會 就是董事長他的現金流的部分 他也可以做的周轉 那第二個部分怎麼知道嗎 因為私校通常擁有大拼的效力 你去看現在所有私校都有個情況 他能夠蓋在這一個山坡上面 或是蓋在這一個 反正總圓支持鳥不勝蛋的地方 他為了開發一份土地 他要造橋鋪路 他要拉馬路 弄電線檔 弄一些什麼事之類的 而就在該學校的同時 你會注意到 所有私校周邊 他都有大片的土地被炒作 而他藉由這一個 辦所謂的這個 把這個土地變更 從一般的農地 變更成這個教育用力的機會 然後從這個機會的話 開發馬路 開發各式各樣的東西 然後同時的話 他們進行周邊的這個土地變更 其實這才是這些私校 他們是能弄錢的方法 前往來通過了彈劾蒲警惠 那我們也知道蒲警惠 應該是下台下定了 不過最討厭蒲警惠的 當然就是北小姐的金正恩 其實這根真的是很過分 落井下石 北朝鮮官媒刊登了一系列演習照片 其中以南韓的青瓦台為目標 進行攻擊 演習中 特戰隊員先從山頂拉著降落傘 或是搭乘直升機 再利用鎖匠神降落 之後進入青瓦台模型建築 接著砲兵對摩西劍組開火 報道還說被超新領導人金正恩 觀摩了人民軍第525軍部隊 旗下特戰部隊戰鬥演習 演習的目標主要在評價 特戰部隊戰士的實戰能力 還要確定對南韓特定對象 標題攻擊方法的可行性 畫面中還可以看到金正恩視察演習 滿意的呵呵大笑 今年4月南韓情報發現 北朝鮮在平朗郊區 建造了規模約青瓦台一半的模型 並在這裡舉行了演習 由於南韓國會日前 通過對總統補警會的談合案 南韓軍方也在談合案過關之後 加強對北朝鮮的堅持和警戒 一方被朝鮮突然突襲 南韓國防部長韓明秋等軍方指揮人士 也在周末全體正常工作 這次他親自的作證說來 我們一起來模擬攻打青瓦台 他親自作證邊看邊嘻嘻笑 這次金正恩是看他這個 所謂的人民軍第525軍部隊 下面所謂的特戰部隊在做的這個演習 但問題是他演習的這個假想物 假想的這個目標非常的奇怪 因為他做了一個縮小比例的青瓦台 這樣一個模型 而且他的整個演習的過程 是說他這個特戰部隊的人 先乘坐直升機 或者是到他這個上空之後 居然用這個攀繩的方式 直接下降到青瓦台裡面 而且進去攻打之後 甚至他旁邊的炮兵 冰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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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一個建築 那很多人就講說金正恩看著笑呵呵這樣 那有沒有可能是最近 因為這個蒲警惠 他很多人講說他已經被彈劾了 就是要他這樣下來這樣子 那你要他下來的過程當中 有沒有可能是北韓要用這個時間點 去攻打這個所謂的青瓦台 因為事實上你知道嗎 從之前到現在 大家都講說北韓 如果你要進攻這個青瓦台的話 可能不會從空中 不會從地面 居然要從地底下進來 因為事實上過去曾經找到 北韓有四條的這個地道 真的這樣 都已經深入到南韓的境內 而且我們用這個照片給大家看一下 你會發現到這個地道感覺上 其實都還有一些的規模的存在 是 那當然現在有一些已經曝光的 事實上它的這個地道 沒有那麼的豪華 但是據傳還有一些沒有曝光的 可能就厲害了 比如說十幾條對不對 對 觀眾朋友可能會覺得說奇怪 那這個地道到底是怎麼樣 事實上它有一些原油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目前已經被這個曝光的這些地道 事實上有一些被發現的時候 是有些是在巧合 第一條地道是在1974年的時候 當時是韓國跟美國的這個 聯合軍事部隊 他們在那時候在偵查的時候 就找到在北緯38度線附近 找到了這一條地道 這個地道深大概45公尺 長有3500公尺 其實蠻遠的你知道 其中有一千公尺 事實上已經進入到了非軍事區 而且方向就正對著 美韓的軍事基地 那個地方大家會講說 北緯38度線到底離首爾還多遠 我跟你講它只有離首爾 大概65公尺而已 那很快的 所以其實它如果真的進去的話 我跟你講那個移動的速度很快 但是那個地道被發現的時候 其實沒有 沒有剛剛畫面上看的那麼漂亮 那個洞壁大概就是用水泥 然後跟這些石板 但重點是它有打電線 所以裡面也不會說暗明 有光有燈光 然後再來就是它居然有 有那個軌道車 因為有挖了軌道這樣子 跑得比較快 對 那時候算說它可能一小時 可以運送一個團的軍隊 跟這個所謂的火炮 但重點是在1978年10月的時候 當時北韓有一些脫北者 他的那個情報員跑出來 之後就講說 我跟你講你不要以為 你們只有你們找到一條地道 我跟你講還有很多條 結果他存在這個情報員的就是說 居然在百門店南側4公里處 又找到了一條地道 這一次的地道我跟你講更深了 剛剛講第一條地道是45公尺深 它這一次是深70多公尺 更隱密了 就更下面了 然後總長是1635公尺 然後寬高各2公尺 重點是什麼 你講 重點是他們當時在挖的時候 本來想說挖挖挖 上次那個40幾公尺就已經挖到了 所以他們那時候挖到68公尺的時候 覺得說應該沒有 要不要放棄好了 結果有一個人講說 我跟你講再挖挖看 這一挖再往下挖5公尺 居然在深73公尺的時候 就找到了這一條地道 那表示什麼 表示他地道越挖越深 然後這一找到之後 我跟你講美韓部隊當時就決定說 我們要趕快備戰 因為可能還有很多條你知道 1990年3月的時候 第四條地道被找到 這一條被找到是因為太麻 以前講說挖地道 可能都用人偷偷摸摸挖你知道 這一條地道是因為韓國軍人在巡邏 所以突然聽到地下 咕咕咕的那個聲音 有人叫挖地道 有莫達 我想說奇怪 怎麼會有馬達的聲音你知道嗎 開始決定挖 結果這一挖挖了23天之後 在地下一百四十五公尺 比上次那一條深了兩倍 地下一百四十五公尺的地方 找到新的這個隧道 而且這個隧道裡面 每個小時按照它那個大小 每個小時可以運兵三萬人 那就重點就來了 很多人講說 那北韓現在到底有幾條 據傳有16條到17條 其實你找到而已 對 那而且其他地道 都比這些設備還要豪華一點點 可能有這個隱蔽隱蔽之處 甚至還有廁所跟通風設備 那問題來了 北韓現在挖這些地道 有沒有可能在這個短時間內 對於南韓發動攻擊 事實上很多的觀察家 他們在研究 就認為說北韓很有可能 在這個時間點 比如說他去看這個演習 是虛張聲勢 就是讓你南韓知道說 我北韓有在注意你這件事 為什麼 因為北韓現在他必須要觀察的 其實是美國的態度 跟南韓這邊 到底他的政局會如何起來 那如果北韓這時候 他的動作對於南韓大了一點 說很有可能會引起南韓保守派的 大量的集結 這個集結對於金正恩來講 其實並沒有太大的幫助 可是這些很有趣的地方是 你知道他們發現這些地道 真的都是針對南韓原因 是因為他們發現到 除了面向那個對向南韓之外 還有他的那個隧道 為了做到隱蔽掩蔽 把低挖處都做到剩下對向北韓 為什麼 因為下雨或積水的時候 水會往低處流 就會往北韓那邊走 那你南韓這邊就不會發現到 是奇怪這邊怎麼沒有積水 突然跑出水出來了 就這樣被發現 所以你可以看到北韓其實在這個軍事設施 或者他軍事作戰上面 其實做了很多的這個努力 如果說北韓的金正恩賣壯洋 你覺得你有興趣嗎 聽說現在金正恩說 為了拼北朝鮮的經濟 大家來賣壯洋 以後來壯洋分了好多種不同的品項 有動物性的 有植物性的 而且他們說 又透過這個方式 可以讓燃人那個性能力變好 而且可以延年益壽 你有興趣嗎 原本這次金正恩大將軍 為了提高北韓人的生產力 讓他們的工人 還有包括他們的男人 能夠持續地 能夠這樣子在他們的生產工作上面 表現得很好 結果沒想到有沒有 還意外發現到另外一種新的功能 就可以讓男人up up起來這樣子 那這個up up起來之後 然後分成兩種 一種叫做蛇膽液 另外叫做松茸液 一個植物的一個動物的 對 它都宣稱叫做北韓威爾缸 而且他們的續航力宣稱有8小時 這還得了 這一吃下去它都不用睡 復活攝益 代表是它可能打到血液裡面去的 對 它的使用方法的話 當然有吃的 有所謂的注射的方式 那這個情況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在松茸這個東西 我們先講松茸液這部分 松茸液在日本跟韓國 他們一直認為它可以撞氧 跟所謂的防癌 抗癌 有這樣的一個功效 他們認為就是善品 所以它從這個部分上面來 做一些營養液的方式 這個營養液是用喝的 那至於舌膽這個部分上來講 因為是從這個 我們等於中醫的這個 偏方裡面來講的話 認為舌膽這個部分 有辦法能夠壯揚這種情況 所以這個部分上來看的話 有可能它是注射的方式 那不論它用哪一種方式 現在目前有沒有 它會賣的地方 急捐撲貨的地方就是 北韓在全球各地的所謂的餐廳 海外餐廳 朝鮮餐廳 朝鮮餐廳賣 而且它打算行銷全世界 你有沒有發覺有沒有 它的解薪越來越大了 它打算用什麼東西 用中文的 英文的 俄文的方式 把那個在包裝上面 做一個完整的一個說明 那希望它能夠大賣 不過聽說南韓的記者 曾經有取得的其中一個樣品 回來就測試了一下 去檢驗一下是嗎 結果它沒有喝了 它是送到那個藥檢局那邊去檢驗 成分什麼 就去檢驗完之後 發現嚇了一大跳 它是做 它有超標 它的拱超標20萬倍 拱超標20倍 20萬倍 不是20倍 而且這種感覺起來 它比水銀還毒 那這個我要再強調一下 南韓的媒體的說法 整不整確 會不會故意醜化它 我可能是故意醜化 整不整確 我個人持保留態度 因為南韓只要碰到 我們金正恩大將軍的話 有沒有 你想要把它給醜化 不過金正恩從他開始 過去的時候他們每個領導人都有所謂的 能夠也希望能夠延年益壽這樣的狀況 從什麼從哪裡開始 從他的一個國父 就是他的那個主婦開始 就金日成 當時的時候他是抽20歲的這個 左右的年輕人的血液 讓他自己換血 達到希望能夠 那個就逆臨的那種狀態 換新的血 那他的那個兒子 也就是所謂金正恩大將軍的那個爸爸 有沒有 金日成呢 他是偏好是年輕女孩子的血 他把她的血弄成一個血庫的那種情況 像不像很像吸血鬼那種感覺 拿女生的血 達到自己的血裡面 達到自己的血 希望能夠回春 這種方式的話 有沒有 過去在古籍的時候都有過 不過我還是要特別強調一下 這有點缺德 更何況的話 這兩個人的話 不管今天是金日成 或金正日 他們有沒有 也沒有活了很久 我們就平行而論了 當然雖然高齡 但是也沒有活得很愉快這樣子 後來也是走掉了嘛 那到了金正日大將軍之後 他應該是特別怕死 所以他30歲出頭 所以他根據一個拖備者 叫金人珠 他的說法 他有成立一個叫長壽研究所 也就是因為成立了長壽研究所 所以呢 這所謂的舌膽液跟送農液 這種所謂的威爾剛這東西 巨性是從那裡面 研發出來的一個副產品 那他的下一步要做什麼你知道嗎 他的野心是要研發出抗癌的藥物 那最近的話 大家對於這個 那個金正日大將軍 他是不是有兒子有太子 這個事情 特別的矚目 他有兒子 李學祖就生了 李學祖的話 之前有個外傳有個女兒嘛 叫李祖愛 對不對 後來之後呢 最近他的那個李學祖 消失了接近九個月 接近九個月之後呢 結果之前的時候 那個媒體有拍到他的一個肚皮 你知道就人心真的很壞 往肚皮一照 他就說哎呦 一試懷孕了 之後的話 就失踪了八到九個月之後呢 最近又拍到他的一個生意 就說 消了 消了 那顯然應該是生孩子了 而且呢 還傳什麼你知道 還生出了太子了 也就是說 我們金正日大將軍有沒有 現在就有兒子了 有太子了 不過他是跟很多媒體講 人家不能減肥嗎 你在八九個月前 有可能是胖 現在八九個月之後有沒有 他有可能是瘦了 那他是不是真的有這個兒子呢 現在目前呢 被列為最高機密啊 我們就在拭目以待 看看我們的金正日大將軍 是不是有指示了 中國解放軍的飛機 又再次的繞台灣來飛 那當時呢 台灣其實也很緊張 馬上的啟動相關的計劃 不過為什麼國防部 後來又否認 難道很怕中國生氣嗎 半個月內 中國第二度派出 共軍軍機繞台一周 這次由北向南 順時之繞行 國防部主動發布訊息 國防部長冯士寬 親自坐鎮恆山指揮所 國防部對於工軍的各項的演訓 都能夠全程有效的上 我們風部長也親自進入恆山指揮所 全程掌握狀況 而且依據國軍緊張戰備時期 突發狀況的相關規定 來做應付 國防部表示中國軍機動態都在掌握中 中國這次演訓包括電針機 轟6轟炸機等10多架軍機 從中國南部戰區起飛 先經過日本防空識別區 日方發射干擾彈 接著繞過台灣的防空識別區 從周六上午9點起飛 下午1點10分結束演訓 逆時約4個小時 國防部則在1點17分發布訊息 國防除了全程監控 F-16和IDF戰機 也分別從8個基地升空取義 中國演訓到台未來恐怕常態化 為了強化我國東部空防 國防部也將部署天空二型和三型防空飛彈 不讓中國有任何可乘之機 中國真的很故意 在兩個禮拜前也曾經用這個方式飛 當時是從下面飛 這次從上面飛 那飛的路線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不過很奇怪的是 我們的國防部本來就有派飛機出來監控 為什麼隔天又說沒有 是很擔心觸怒對方嗎 為什麼這樣講 我想他應該我們要說 對這個軍機監控的定義是怎麼定義 那當然這一次我們看到大陸 他們這次派遣軍機從北邊 然後由宮古海峽進入菲律賓海以後 然後可以看到半飛的戰鬥機就先回去了 然後他剩下的有兩架轟6 轟6K還有一架T5154的電戰機 跟一架運8的綜合電戰機 然後這個時候就繼續往南 然後往南的時候 到這個地方 這邊是台灣跟日本之間的防空識別區的交界線 然後他就再往南轉沿著兩邊的防空識別區的邊界線 然後飛到這裡以後再往西轉 這個地方又是台灣跟菲律賓的防空識別區的交界線 他就沿著這個交界線飛回去 因為畢竟就是說大陸這邊跟台灣這邊 由於台灣跟大陸之間基本上來講是內戰的一個延續 那現在這個內戰的情況是處於一個停火 但是雙方並沒有簽訂和平協定 所以對台灣來說 對大陸來說 雙方長久以來維持出了一個默契 就形成了一個默契 就是雙方盡量不讓彼此的飛機目視到對方 因為一旦目視到對方了 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情 就很難預料 就很難預料 所以兩邊其實在這件事情上 真的是還滿有默契 就是盡量會讓彼此的飛機 最多在比如說不管是海峽中線 或者說在這種防空識別區的邊線上面 就是變成我可以看到你很遠 天邊一個黑點 然後你看到我也是天邊一個黑點 這次看得到 對 就是我們看到它 兩次都看到 對 都是看到它天邊一個黑點 我們所謂的監控是怎樣 就是因為我們知道 其實以台灣來講 我們在這個地方有花蓮空軍基地 這邊有台中空軍基地 這邊也有台南 也就是說當它的飛機 從北邊一起飛以後 其實這一次我們透過包括 像長城雷達的監視 還有無線電的監視 因為我們中華民國長期對大陸地區 我們有從包括北到海聲威 然後南邊到海防港 這樣一個大範圍的一個無線電監聽 也就透過無線電監聽 其實我們可以對大陸的 這個軍事調動的一些作為等等 我們其實是可以 基本上來說是可以掌握到 它目前那個調動的一個狀態 因為你部隊調動 無可避免會使用到無線電 即便說像現在會有跳平無線電 但是你還是可以花時間去破譯它 那你破譯以後 那當然你就知道 他們最近可能會有一些動作 那這個動作 當他們的飛機起飛以後 其實我們在這之前 我們海軍就先派遣了 這個既得機的區域 這次有飛出去 對 然後既得機的區域艦到這個 那個我們的 有監控的 台日防空識別區的邊界附近 因為為什麼要派既得艦呢 因為既得艦本身上面有 NSPS481 這樣一個 那個偵測距離非常長的一個3D雷達 就是你可以看到那個既得艦 後面那個主圍竿上面 一看很平的 然後在那邊做旋轉 就你看後面 後面主圍竿 最上面那個 那個那片雷達 那是目前我們海軍 性能最好的這個3D搜索雷達 那這個雷達裝在既得艦上就好比一個我們空軍的一個戰管雷達站 裝到海上以後再由既得艦往外海推進 所以我們這次從在海面上透過這樣既得艦的雷達可以完全全程的監控大陸的這個飛機的這個飛行的這個路線 海上部明明有出動軍機 後來又說沒有 因為他並不會刻意的說我們去那個去刻意的這個接近接近 就是說他基本上來講就是動用他每一天的這個在空的這個巡邏機 因為像如果說今天大陸的這個軍機 因為基本上來講沒有進到我們的防空識別區 那這樣我們的防空識別區外面 那你說他既然沒有進來 我們幹嘛要跑那麼遠對不對 所以呢其實以台灣的周邊的空域來講的話 除了這個我們台灣本島外面 有很多這種空軍的演訓的這個靶區 我們稱為靶區就是如果你看一個航圖的話對不對 它上面會有一整塊框起來 一整塊框起來的 那也就是說我們的戰機會在那個 比如說從花雷基地起飛以後 會在這周邊的這個 我們稱為靶區的這個空域裡面 就是一般的這個民航機等等 一個禁航區裡面進行 就是他往他由北往南飛 我們就在靶區裡面跟著由北往南飛 然後或者我們跨到下一個靶區由北往南飛 然後那如果他開始由東往西飛的時候 就由南邊的飛機在我們這邊的靶區 接續的一個就是平行的一個 空在空的一個監視 因為對於我們來講 我們其實今天這個部長在立法院裡面講的是對的 他說我們並沒有開啟火控雷達 或是並沒有開啟 可是飛機又起飛啊 飛機又起飛 就半飛 就等於說我們是一個隔距離半飛 就是其實嚴格來講 我們還是做我們自己的演訓 但是我們這個演訓之外 我們還可以去就近觀察 他本身有沒有有要越雷池的這個舉動 這個飛行的路線對日本沒有影響嗎 對日本來講 日本都不用出聲嗎 以日本來講 日本不但出聲 日本動作很大 你可以看到 日本它這個地圖上面顯示的意義 像日本周邊你可以看到這樣一個黑線 這個是日本所宣稱的 就是他們所謂的領海基線 領海基線的上方是他們的領空 也就是說這個黑線範圍以內 基本上是日本的絕對領域 你不可以隨便跑進去的 但是除了這個黑線之外 日本其實畫了相當大塊的 日本的防空識別區大概到這裡 中國大陸現在也在這邊畫 他們中海防空識別區 有一部分是重疊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日本的軍機 它所尋應的範圍像你看它這個地方就是琉球 琉球的本島 中國大陸軍機從宮古海峽 就是從宮古島跟琉球島中間穿越的時候 那其實是穿越日本的防空識別區的 那日本的飛機就上來這個地方 也進行一個就近監視 那但是由於我們知道就是說 日本整個這個西南連隊 就是他們在琉球飛行單位 這兩年來其實因為中國大陸的軍機 這樣來來回回這樣飛 所以... 真的是疲於奔命嗎 真的是疲於奔命 還是沒感覺了 疲於奔命 不是說沒感覺 疲於奔命 奔命到我覺得已經有點... 不想講了是嗎 已經有點... 就奔命到有點動不動啊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這次有傳出一個訊息 就是中國大陸的軍機就是說 中國大陸他們的國防部發言 就是說他說日本方面有發射熱煙彈 然後來做挑釁的這個動作 倒不是打 那因為像這種東西就是 我個人覺得就是 可能雙方的這個戰機 像因為我們看到 中國大陸的轟六戰機 有用那個... 不管是殲11也好 或蘇30也好 有護航半杯 那日本的這個軍機過來 那日本的軍機的習慣 其實是貼到很近 那近到就是說 他們可能會拿相機去拍那個目標機 也就是他們攔截的這個目標機 這個就是丟那個熱煙彈 你可以看到它本身 這個丟熱煙彈最主要的目的 是要就是拖... 讓他自己本身的戰機 不被敵方的就是紅外線的 這種短程的纏鬥飛彈 所那個瞄準 或者說鎖定那個攻擊 他就用這樣的方式 因為他很熱 那等於說你紅外線的這種纏鬥飛彈 他是追那個熱 他就會追到那個 其中一個熱煙彈過去 可能就讓他那樣 讓他能夠脫離對方的這個鎖定 那所以這個情況 可能就是日方可能也有一些 就是說或者說中方 他們兩邊的戰機在空中遭遇以後 可能有見了面以後 就是有一些比較相對來講比較激烈的 完全拿中國沒皮條嗎 他這樣一直不斷挑釁 其實嚴格來說 這個地方是國際水域 也就是說我們剛剛講到 你可以看到這個黑線 這個黑線是日本的領海跟領空 也就是說你不能跑進去 那你可以看到這個領海跟領空之間 那個中國大陸的軍機就從這個地方 因為這個地方其實是一個國際水道 所以就是說它現在中國大陸 他們也懂得運用到公海自由航行圈 就是它的公海自由航行圈一點都沒錯 所以日本來說 那當然既然你進入我的防空識別區裡面 我就必須要全程的監控 伴隨跟監視你 這樣的話我才等於是有設立 我自己的防空識別區的意義嘛 我們也跟在節目裡面 跟觀眾朋友講過很多次了 防空識別區它本身其實並沒有 國際法上的地位 自己畫自己的 對 自己畫高興的 但是領空有喔 然後領空附近的淨林水域也是有喔 所以對中國大陸來說 因為為什麼它今天要來這裡 很簡單 我們剛剛講過 就是中國大陸現在認為它的核心利益 一個是台灣 一個是釣魚台 那釣魚台是跟日本 那有美日安保 那台灣的話 那台灣在過去 雖然說美國跟中國大陸之間建交的時候 美方有對台灣提出一些安全性的承諾 所以就是說如果萬一台灣方面 就是說如果美方 就是說有任何一方改變美國所界定的台海現狀 美國就有可能會用武力來制止 然後這樣一個情況的一個發生 但是對中國大陸來講 我剛剛講到 他們這兩個地方是它的核心利益 所以就是說 現在它要維護它的核心利益的話 如果今天不管怎麼講 不管美日或是台中 沒有 就是美中之間或是 不是 就是中國跟日本之間 或是大陸跟台灣之間 有任何的軍事摩殺的話 美國都有可能會介入對不對 那美國介入的話 它需要用兵的位置會在哪裡 就在我們剛剛講的 石原島 宮古島之間 這樣一個水域 它不管是用航艦打擊群 或者是用這個軍艦 水面艦發射飛彈來講 都是在這個區域 所以它的飛機你會發現 最近特別喜歡 在這個區域裡面進行延續 為什麼 它去熟悉這邊的戰場環境 也就是經營戰場 我的飛機常常來 我能夠對這邊的空域 氣候 各個空城之間 不同的空城的一些 各種自然的海空情勢的變化 那這邊比如說 它是要來熟悉這邊 所有的作戰空域 所以可能會有這個情況 所以對它來講 那當然日本也知道它來幹嘛 所以日本來 那當然它來 日本當然是會對它 它有一些比較強力的干擾動作 這個也不意外 那當然對台灣來講 這次它整個航線是繞了台灣一圈 其實大陸來說 其實某種程度來講 有藉此來宣示的一個意味 這也是事實 那你可以看到 他們這次包括派出蘇三菱 轟六戰機 以及還有T5154的電針機 跟運8的這個綜合電針機 因為有電針機跟綜合電針機 所以對我方來講 我們如果開啟射控雷達 即便是射控雷達 是使用了一般我們稱為 這種訓練波段 這個訓練波段 你用多次了 它還是可以發現 你整個雷達的這個運作的 這種功率跟波段等等 基本上來說 還是等於奉送資料給對方 所以對台灣來講 當然碰到這個情況 我們就安安靜靜的扮飛 也就好像是平常的載空機 來扮飛 然後也不要表現的 很特別的這個情況 讓對方能夠得到 太多相關於我方的戰警資訊 古代的戰爭 馬的數量多或少 決定於你的戰爭當中 是不是能夠打贏 但事實上 如果大家有概念的話 馬並沒有在中國產 都在中國什麼東北 西南這個地方 當時的中國如何得到馬 以及到後來 運用馬匹的數量 整個稱霸天下 他們怎麼做 說到這個馬匹的話 其實告訴各位一個觀念 其實我們過去看到 這個俠客騎乘馬 跑來跑去 其實未必是這個樣子 為什麼呢 因為在過去的歷史裡面 所謂的馬是個戰略物資 所以一般的民間 是不能擁有的 所以我們看電影的時候 看到那個俠客騎乘馬 跑來跑去告訴各位 那玩意的話 大部分是騙人的 軍隊之下 俠客騎的是驢子或是螺子 甚至還有騎牛的 騎牛的 那說到這個馬匹 這個東西的話 是戰略物資 因為中國本身不踩馬 這個馬必須靠 外地進口這個地方 那馬匹來源的話 其實我們知道 從過去的歷史裡面記載 裡面有三種 所謂的這個馬匹來源 第一種的話 叫做我們的 叫官馬 那官馬的話 是先引進馬匹以後的話 再叫個一般民眾來續養 到戰爭的時候 這個馬再提供給軍隊使用 幫軍隊養馬 幫軍隊養馬 這叫官馬 那第二種馬的話 叫做貢馬 什麼叫貢馬呢 簡單來講 就是要那個市面那個小朋友 說沒事沒事 那個馬給我交出來這樣子的 進貢的 所以這個馬是進貢的 叫做貢馬 可是貢馬的話 對方可能不願意交啊 對不對 所以其實貢馬的數量 還是不夠 那除了這個官馬 跟貢馬之外的話 還有第三種馬來源 叫做市馬 什麼叫市馬呢 簡單來講 我們直接拿錢 拿現金或拿物資 直接跟我們的邊境民族 交換馬匹 而這個市馬在 這個明代的時候 最主要來源 在這個地方 各位看這螢幕裡面 所謂的這個 輔順官與馬匹 事實上 它的那個正式的名字 叫輔順官馬匹 或叫做遼東馬匹 而這個地方 就是在明代的時候 大部分的這個 占馬來源 馬的市場 馬的市場 簡單來講 就是我們拿的錢 跟這個東北民族 跟我們交換馬匹 而這個事情 其實很關鍵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在輔順官 這個量的馬匹 其實最主要的 交易的對象 交易的是女真人為主的 而女真人 這個力量為什麼有馬匹 事實上 女真當地的馬匹的話 據說的 事實上 這個力量馬匹 是蒙古馬 跟這個所謂的 這個朝鮮馬 他們的交配 一個新的品種 那它的馬呢 這個個子比較大一點 所以後來的 這一個明代的 戰爭使用的 最主要的戰馬 事實上來自這個地方 那有關於這個馬市 是個什麼樣的地方呢 告訴各位 其實馬市的做法 很簡單 其實我們拿了這一個 不是錢 拿錢 拿錢是沒有用的 為什麼呢 因為女真人 基本上不用錢 所以我們是用這一個 什麼那個米 用捐布 用布 還有捐 然後用這樣東西 跟這一個女真人 交換馬匹 我們拿中原有東西 跟他們交換 簡單來講 以物易物這樣子的 那多少的這個米呢 可以換到一匹馬 告訴各位 因為這個梁東馬的話 它本身 據說在明代的時候 還分等級 分為上上馬 上馬 中馬 跟下馬 他們還有這個 鞠子 就是所謂的 這個螺子跟驴子 那據說 比較好的馬匹的話 當時大概一匹馬 就15彈的米 就可以換到 所以用15彈的米 跟女真人 換一匹馬回來 這樣子的 那這個可見 他們的馬很多 而且我們這邊的話 其實要提供 大量的糧食 然後跟他們來交換馬匹 那這個交換的話 事實上 在這個進行 現場的情況的話 當然我們在下面 圖片看到 這個遼東博物館 辽林博物館 他們這個遼東馬市 他們做得 好像挺煩 然後這個樣子的 其實在這個當地 交換馬匹的時候 據說當時的情況的話 還是有點緊張的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 建州的這個女真人 她們原則上 理論上的話 是屬於這個中國的 反屬的這個部落 這樣子 是沒有錯的 可是事實上 這個女真人 她們的部落 對於當時的中國的話 是時好時盼 簡單講的話 有時候 我們是好朋友 可以交換馬匹 有時候的話 算這個對方就翻臉了 翻臉了 所以其實有時候 是打仗了 有時候是和好的 也因為這個樣子 所以其實 這個遼東馬市 當年這個交易現場的時候 可不像一般的市場 告訴各位 據說當地的話 海鮮的圍牆 把它圍起來 請保全 這個好像是保安理一樣 圍起來 怕外星出什麼問題的話 所以先圍起來這樣子的 圍起來以後的話 還規定了 來這個量做貿易的話 來交換 我拿米跟你換馬的話 還規定時間 在一開始的時候 是初一一次 初三一次這樣子的 可是後來 據說這個市場 越做越大 所以後來 就是三五天 就拿一次大了 需求量很大 需求量很大 而且不但是這個樣子 而且交換了這個人的話 從一開始的時候 這個女真人 來了大概幾十個人 可是最後的話 變成上百人 上千人 所以後來 這個遼東馬市 就發展 翻展得非常非常的盛大 那也因為這個樣子 其實這件事情 也後來影響到 未來的 這個清代的崛起 這件事情 為什麼呢 各位應該知道 清代的崛起 清代的主権 就是女真人 那女真人的話 居住地 就是以這個 府順 那個周邊地區為主的 而我們知道 哪一個清代的 開國君主 叫努爾哈赤的祖父 他的祖父 他的祖父 叫做這一個 叫做絕昌安 後來 他叫做昌王 可是重點是 這個絕昌安 在明史裡面記載 說他的祖父名 叫做教廠 教廠 那教人是 方向當成的教 那廠 是廠地的廠 這樣子的 我們叫教廠 而教廠當年 就是負責 在遼東馬市裡面 負責跟女真人那一邊 來跟明代做生意的 這個女真人的頭頭 所以其實教廠本人 就是負責這個貿易的 而且當時 因為這個貿易做得很好 所以其實當時的 這個明代 還封了 這一個 努爾哈赤的祖父 叫做建州左衛 這個都指揮使 所以他還領有 這個明代的官弦在身 這樣子的 那有問題是 那為什麼後來 這一個所謂的 這個女真人會崛起呢 其實我告訴各位 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是為了跟這個 女真人換碼回來的 那雙方得利嘛 我們拿米 這個米 這個我們在南方 查很多啊 對不對 弄個米跟你換碼 好像覺得我們賺比較多 對不對 我告訴各位 後來發現反而錯了 為什麼知道嗎 因為其實 遼東地區 最缺的物資就是糧食 所以糧食很珍貴 而且更重要的是 一開始的時候 這個女真人 就我剛剛講那個教廠 我們剛剛講那一位 這個建州左衛都主位時 這一位努爾哈士的祖父 這個祖父 一開始的時候 是拿碼跟這個明代人 換那個米回去 可是米換多以後的話 想說那我米不要 換什麼知道嗎 開始換布 那布的話應該OK吧 對不對 布要做衣服啊 這個穿衣服 每個人都需要嘛 對不對 這OKOK 沒問題 這換個布 我沒問題 可是布換完以後的話 這個教廠還要講說 那我除了布之外 我要換其他東西 換什麼 什麼知道嗎 換鐵 鐵拿去的話就恐怖了 鐵這個東西的話 告訴各位 它是武器的原料 當時呢 這個遼東碼市裡面 交換的物資 三大宗 第一個怎麼知道 一個是這一個什麼 那個米 第二個東西是布 第三個東西是鐵塊 整塊整塊的鐵塊 他們要的不是 一小塊鐵 不是哦 是整塊整塊的生鐵塊 他們運到遼東去 那鐵的話 基本上的話 是比較高價的物資 可以換比較多的碼 一開始的時候 明代想法來講說 這沒有問題換個鐵吧 可是呢 沒想到這一批鐵的話 後來成為遼東地區 女真人反抗 這一個什麼 那個明代的最主要的 這一個什麼 那個物資的 為什麼呢 鐵是鑄造 這一個武器的來源 也是鑄造 盔甲的來源 武器越來越多了 這個東西的話 很重要的 在內物資 重要的是呢 當時呢 後來這個什麼 努爾哈市 這個清兵起兵的時候 他就以祖父 就是我剛剛講 這個當年負責 遼東馬市的這一位 這個建州 左衛都指揮使 他的名字叫做 爵昌安 他當時所謂 遺下的13戶 遺甲起兵 什麼叫遺甲呢 就是留下13戶的 盔甲起兵 那為什麼會有 盔甲這個東西 盔甲來源 我剛剛講 跟剛剛那個鐵 是有關係的 所以其實鐵的 這個貿易的話 後來導致 未來的旅政人興起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為了 尋求馬匹 所以到了這個 府順 成立了遼東馬市 那為了交換馬匹 可是這個東西 後來也影響到了 未來的民跟青 兩個國家的興衰 稍後帶您看到 是很另類的 一旦人比賽 他們比的是 誰爬煙囪 爬得比較快 還有 駕巡路 誰的速度比較猛 環宇搜旗 無奇不有 一年一度的 世界聖誕老人爭霸賽 日前在瑞士盛大舉行 來自全球各地的 128位聖誕老人 齊聚薩姆 腦恩山區 角逐這場爭霸賽 四位聖誕老人 組成一對 穿上大紅暖和工作服 貼上了鬍子 戴上帽子 大夥不是要禮物大放送 而是要在冰天雪地中比賽 這才知道 要當聖誕老公公 一點都不簡單 光是爬爬煙囪的絕活 就得練到爐火純青才行 所以不管是 所以不管是被包裹 左搖右擺 瞬間就被甩飛 相當熱鬧有趣 世界聖誕老人爭霸賽 最後由2015年的亞軍隊 巴赫尼斯修 擁奪了冠軍 聖誕老人安迪 奪冠以後開心地表示 得到冠軍 感動實在 令人難忘 挑戰新聞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感動實在